欢迎收看会客巴黎节目 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 法国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陈兰 我们请她来谈谈 法国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的简史 特别是她是如何发展壮大的 也想请她来谈谈 该协会如何庆祝即将来到的三八妇女节 陈兰会长您好 您好主持人 欢迎做客会客巴黎节目 首先我们想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你们协会发展的历史好吗 好的 我们法国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 是在2008年成立的 那么至今已经有16年了 是一个16岁的花样少女了 对 那么经过了我们的创会会长邱爱华 还有我们的前美容会长 接下来是潘孝离会长 还有叶松兰会长 我是第七届的会长 第七届会长 首先祝贺你 谢谢 非常的不容易 历经了很多的艰辛的过程 从一开始有使馆牵头的 为我们法国的妇女 桥团能够成立一个这么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女性的团队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已经有16年了 那么我们目前的会员呢也有116人 116人 对116人 所以每年的三八妇女节也是我们最期待的一天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一会儿再讲一讲这个三八妇女节 那么下面我想知道你们这个会员啊 大概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 我们的会员呢都是来自各个不同行业的精英 可以说都是女性俏厨 她们都是来自不同各个行业的 也是家庭的母亲 也是事业上的一把手 所以都是里里外外 很不容易 是的 他们都从事什么行业呢 行业的话有外贸呀 有餐饮啊 还有我们制衣业呀 等等都是非常在法国 都是众所皆知的一些行业 好的 想知道一下成为你们的会员啊 能有什么就是优势呢 我们的会员吧 是首先呢一定呢 肯定是住在我们居住在法国的 是有这个有事业啊 也有非常的和睦的一个家庭啊 口碑也是需要相当要相当好的 也就是说进来的时候还要审核是吧 要符合条件才能进来啊 是的 那是不是他本人先申请啊 都是要由我们妇女会的会员来推荐的 才能够才能够进入审核的这个这个程序的 对对对 是的 嗯 然后那个优势是就是 优势呢就是我们呃 呃 代表 我们代表的这个形象 第一是法国的呃 妇女 我们要有一定的素质啊 然后我们会为为为我们的会员啊 提供这个呃 每周的这种形象的这种培训 还有我们还有一个抑仗 我们会为我们的会员 有提供这个舞蹈 还有一些心理咨询 还有一些妇女权益 有需要帮助到我们的 我们的妇女会里面 都会有派专人去跟踪的 想知道一下您这个协会 在发展的过程中 经常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您刚才也说 我们就是已经是十六年的历史了 很不容易 那么想知道一下 这背后的一些故事 是这样子的 每一个学会 每一个学会要去壮大 要在这个桥界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一定是都有 每一届的会长 都是付出很多的精力 心血 还有包括金钱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家庭 然后还有事业 也都是很繁忙的 那我们要拿出自己的时间 要做公益活动 那要怎么样去做好 还有会员之间的一些 需要我们帮忙的一些 解决的一些事情 我们都要责物旁贷的去帮 去要承出自己的时间 去让他们感受到 我们这个妇女会是一个大家庭 有困难 我们是妇女会的一份子 一个成员 我们一定要能够帮到 他们所需要的帮忙的 一定要帮到给提供服务 对 给提供服务 是这样子 现在我想知道一下 您是这个新一届的会长 您是两年前是不是被宣举的 两年前 那么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 您作为会长 您的主要的工作和您的职责是什么 主要的工作就是 因为我们妇女会 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每个月都是坚持着替每个月的会员举办生日会 每个月都有一次 每一次都是人数都非常多的 都是参与的 大家一起庆祝的 对 好热闹 对 很热闹的 然后还有我们一些 还有协助这个桥团 其他桥团 我们的法国桥团 一些活动重大的活动 你们都参加 我们都参加 那就是成安会长 对吧 对 我们也都参与重要的活动 然后每年回国拜访 我们也要组织去回国拜访 各桥物部门 还有我们还要参加华商会 每年还有组织去华商会 所以我们的节目也好 我们的活动也好 也是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丰富 那么当会长 现在看来是非常的不容易 你每天24小时够用吗 挺有满足感的 只要会员们 大家会员团结 而且会员们非常积极的 希望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这个肯定是责无旁贷的 可以想象到 就是在疫情期间 你们会员也一定是付出了很多 是吗 是的 我还记得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我们也是跟会员们一起送这个爱心包 送这个莲花清瘟 我们也都是 也是忘记了这个在疫情我们自己的有危险的情况下 帮着给会员都是送这些必需品 那么三八妇女节马上就要到了 能不能谈一谈你们怎么样庆祝这个 对特别是对这个你们来讲 有重大意义的节日呢 三八妇女节马上就要到了 那每一年的三八妇女节呢 也是我们最期待的 也是我们最重视的一个活动 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 我们大概邀请了四百多人 对四百多人 四百多人 对四百多人 一个呢是各个桥界的妇女主任 还有桥团的这个各位会长 还有一些知名的嘉宾 包括我们会员的先生 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还邀请了我们会里的孩子们 也就是我们的新生代 会员的孩子都来 对为了我们要这个传承 我们要给他接下来 那么我们要让更多的这个华尔代 能够能够见识到 就是说协会的重要性 一个协会的魂 所以呢这次我们的孩子们 大概有七十多人吧 七十多个小 七十多会里面的小孩子 他们的年龄大概都是在 年龄在16岁到 三十二岁之间 对都是非常年轻的 最大都有三十多岁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次是我们的亮点 当然还有我们 我们妇女会的舞蹈队 每年我们的舞蹈队 都是非常出色的 对 所以也会在我们这次三八妇女节 这个庆典上练像 还有我们其他的会的 跳舞队也会在我们的这次庆典中练像的 能向大家宣布一下你们这个地址在哪里呢 我们的地址这次我们安排在那个周济大酒店 就是离那个巴黎歌剧院不远是吧 对是 那是一个很有地标性的这个场地 因为我们每年其实我们每年我们妇女会的庆典我们都是在周济酒店举办的 那么疫情期间呢 我们已经差不多四年 我们没有在周济这里举办了 那今年是疫情过后的第一次 第一次 所以就更加要重视这个 更加的重视 重视这个庆祝活动 是的 你们是这个在法国的一个协会 妇女协会 想知道一下你们跟法国这些 法国的妇女协会 当地的妇女协会 有没有什么这个交换交流 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生活在法国 你们协会有没有就是一些具体帮助 你们协会的这个会员啊 融入法国社会的这种计划 是这样子的 其实法国不像我们国内或者像我们法国的侨团 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妇女的一个组织 他们没有说一个特定的妇女会这样子的 对对 是没有的 所以呢 但是呢 法国有很多的女性的协会 对 那他们是跟我们是有交流的 包括我们是比较 其实比较多的交流的是跟那些爱心餐厅啊 或者是疫情期间我们跟医院的这个交流 然后我们提供一些救灾的物品 爱心食堂我们也提供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一些食物 这些这些之类这个目前是我们跟法国这边的 呃交流是这样子嗯 因为更大的还是目前还是我们呃 呃我们 侨团啊 法国的我们侨团里面我们自己 在就是说互相的这种帮助的这种情况 当然我们也不会拒绝啊 如果所有法国人跟我们联系的话 我们也是不会拒绝的 好的啊 最后一问题啊 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啊 嗯 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啊对 今年呢又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又是文旅年 对啊 所以呢我们下半年的计划呢 就是呃我们要组织我们的华尔代新生代啊 我们要回国做寻根之旅啊 寻根之旅 寻根之旅对的 我们就是要把那个呃 华尔代他们要走出去做回国看看 然后家乡啊呃看看国内的变化 我们自己家乡不要忘了我们自己的 呃跟啊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我们的呃今年的计划 还有我们还要参加马来西亚九月份的 马来西亚的华商会啊 对华商会呢也让我们因为我们 妇女会的呃成员也都是呃在 呃在那个事业上面也都是一把手嘛 所以我们也出去看看看看有什么 可以呃跟我们的呃行业有关的 或者是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那个最新的时局是怎么样子的嗯 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计划